哈囉大家好我是貓咪馬鼠 那今天呢我要來介紹 道具篇 那這個道具篇呢 這個道具其實我忘了 對 那沒關係 那個我拍完影片的時候 我在上傳的時候我就會告知大家說 這個道具是什麼 首先呢我現在是在豐原的水進士 那各位打完第七道管之後呢 就會拿到潛水 那這個任務就是需要潛水 首先先來跟這個老人說話 他就說嘿 Mate 呃女生的話應該就是用女生的名字 他說我真的非常需要的幫忙 呃 我有一個閃亮的東西在昨天呢 呃 Eat and Drink 好我我 呃 I have been some research 我需要來去尋找 I find 在124號的 水底下 水底下 OK 那 我看一下喔 I'm too worried he leave the pocket center so I'll take care by myself need to 那簡單來說其實就是要幫他去尋找一個 一些物品嘛 那OK 那我們就是說 sure I can do it 那grade OK 那可能是他的可能第一隻 第一個什麼道具的東西 我其實 喔 然後 我才下水 OK那OK 我就直接跟大家說 道具 他要尋找道具的位置在哪裡 呃首先呢 我現在來到124號道龍 那他說在水底嘛 那基本上 我本尊有去看過了 那分身沒有錯的話 應該也是同樣的位置 我們先沿著岸 上面的岸邊走 那走到差不多 看 這一個位置 這一棟房子 這一個位置 然後 我們就來做一個潛水動作 OK 潛下去之後呢 確實會到這邊 那 好 NPC有沒有先打 那我們就先來打一下吧 OK OK 打完之後 我們就會在潛水潛上來 喔 他現在有改一部分 那潛上來呢 會來到這邊 那這邊可能 大家有些人會好奇說 這邊是哪裡 其實這邊沒有什麼特別的喔 這邊其實是 如果大家在解雞壓旗任務的時候呢 其實會 在尋找 呃 其中一隻 是拉蒂雅絲啊 還是什麼的 會來到這邊 那 沒關係 那 真的有人去尋找的話 到時候再說 那 雞壓旗公園那邊也會特別PO 說 會位於這個位置 那 OK 這邊還是會有一個NPC齁 那 那 目前我們的位置其實都是還是處於 124號 Underwater這邊 那 東西呢 就是位於這邊 OK 那我們就會撿到說 呃 We Seat 呃 我看一下喔 OK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拿到這個物品了 那我們就必須拿一個這個人 那我基本上我就直接拉繩子回去啦 那他雖然有提到說Poke Center之類的東西 就是他可能不願意回來吧 對 那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前往去找那一個人 那我會這邊秀給大家看一下道具是什麼 還好我的道具還算蠻少的 對 OK 那他就說喔 你終於找到了 然後做的真的非常好啊 那 I will give I will give it to me 呃 然後就基本上就是把東西拿給他 然後就基本上就是把東西拿給他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EV 開頭 這個 OK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EV開了 這個就是進化灰石喔 那進化灰石有什麼用呢 呃 基本上要去百科查啦 嘿 那 我這邊就不再多查啦 那 就是 大概 簡單的一個小小道具 基本上就是這樣囉 那 這集就是 道具片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